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4年4月29日,今日每日獨佈的美國國內新聞節目,內容包括,Politico雜誌文章,介紹不為人知的川普的競選高級顧問蘇西,華爾斯,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報道,白宮內部試圖趕走新聞發言人曾皮埃爾,但是沒有成功,白克利大學法學院長發表文章, 港穆斯林學生應邀到他屋企食晚飯卻在此舉行示威,新聞的最後,是一篇引起廣泛注意的報導,巴爾的摩一名體育教員被控用人工智能陷害校長。 在今日的評論部分,我們為大家介紹美國媒體上三篇關於在紐約進行的川普案件審判的評論文章。 一篇是《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另外兩篇的作者是美國著名的律師和公共知識分子。 以下就是這次節目的內容 美國的Political雜誌發表了一篇長篇報導,介紹唐納德,川普的重要競選顧問蘇西,華爾斯,Suzi Wiles,報導題目是 《美國最令人畏懼且最不為人知的政治操盤手》 報導講到,這位67歲的女性是美國政治中非常有影響力但有相當神秘的人物。 《華爾斯》對唐納德、川普和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等人的政治命運有重大影響,但在政治圈內相對不多人知。 《華爾斯》不只是川普的高級顧問,實際上,他的角色差不多等同於川普的競選經理。 而且他是川普有機會再次當選的主要原因。距離選舉日還有六個多月,川普身邊沒有人比華爾斯更有影響力,也沒有人在他身邊有這麼長時間的影響力。 他在政治界工作了超過40年,替總統、市長、州長和國會議員工作。 他講話溫和,是一靈性工會教徒,自稱是溫和派。 《華爾斯》的戰略敏銳性和埋幕後操控在很多政治活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的職業生涯兩點包括在川普2016年佛羅里達州競選成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又參與了德桑蒂斯的州長競選活動,被認為是扭轉局面的關鍵人物。 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功,他最終與德桑蒂斯的團隊佔行戰遠,突顯了政治聯盟經常變幻無常的本質。 在參與高調的全國性競選之前,華爾斯在特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士工作,在那裡磨練了自己的政治管理和策略技能。 他曾以多種身份服務於兩位傑克遜維爾士市長,包括作為幕僚長和通訊總監。 他能夠駕馭大型、綜合性城市政府的複雜政治格局,顯示了他作為政治策略大師早期的發展。 2018年,華爾斯在德桑蒂斯的州長競選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被認為德桑蒂斯勝出的關鍵人物。 華爾斯的一大優勢是他操控媒體關係以利於自己的競選活動的能力。 他對信息的戰略性使用和塑造敘述的能力是他成功的關鍵要素。 他以一種低調而有效的方式出名,個人保持低調,同時確保他的競選活動在公眾視野中以受控方式出現。 華爾斯的影響力不僅只限於競選策略,還擴展到政治運作的更微妙方面。 他很清楚作為前總統川普的高級顧問的重要性。 他的經驗和技能令他在競選中變得不可或缺。 這種影響力不是通過公開的權力遊戲實現的,而是通過對政治動態和個人關係的深刻理解實現的。 華爾斯在他的領英頁面上列出了他的專長系從混亂中創造秩序, 他的最大的資產之一是能夠扭轉局勢和看法的能力。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拜登總統的高級助手地去年秋天暗中策劃了一個計劃, 試圖通過招募外部盟友來逼走白宮新聞秘書卡林,珍皮埃爾,引導他離開。 珍皮埃爾在2022年5月創造歷史,成為了第一位擔任這個職位的黑人和公開的同性戀者, 他開始了在定期新聞簡報中直接從文件夾中讀取預先準備好的答案的令人沮喪的習慣。 這些令他的上司認為對81歲的拜登的競選活動不夠引人注目。 實際上的白宮傳播主管安尼塔,鄧欣告訴同事, 他決定召集知名的民主黨人來向49歲的珍皮埃爾解釋, 現在是轉型的時候佐。 消息人士告訴,華盛頓郵報,他請了D人來和卡林交涉。 鄧欣在過去的三個總統任期中擔任了高級顧問的角色, 類似於川普總統期間的小川普、奧巴馬期間的阿萊黎、 賈勒特和小報集期間的卡爾、羅夫。 消息人士還說,鄧欣聲稱白宮幕僚長傑夫, 齊欣辭之道並支持這個暗地裡的計劃, 試圖將珍皮埃爾趕出白宮西翼。 鄧欣和傑夫想珍D卡林認識和信任的外部人士跟他講講, 解釋去年秋天離開對他和他的事業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消息人士說,稱這是一個鼓勵他離開的努力。 這個人補充說,珍皮埃爾, 那時已經在那個職位上任職了一年半, 對於一位新聞秘書來說是相當標準的任期, 承認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工作, 傑夫和安尼塔試圖找一些他會聽同信任的人來勸他為了什麼做這件事是明智的。 珍皮埃爾的前任真,帕斯基在擔任新聞秘書16個月後離職, 然後成為了MSNBC的主持人和分析員。 第二位消息人士說,傑夫和安尼塔試圖為卡林找到一個優雅的離開方式, 因為迫使他不願意這麼離開的負面形象太過醜陋。 這是一個巨大的多樣性問題,他們驚人地會說什麼? 這位消息人士補充說,他們從多位得到鄧欣通知的人那裡了解到了這個努力, 並確認了至少有一個來自政府外部的人和珍皮埃爾進行了交談。 鄧欣計劃的曝光可能導致尷尬的工作場所動態, 第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但不太可能導致珍皮埃爾離職。 他們說,從他得到這份工作的那一刻開始, 他一直堅持告訴別人,無論怎樣,他都會堅持到選舉結束。 我想卡林已經決定無論怎樣都會堅持下去。 他們說,儘管珍皮埃爾不會離職,但引發鄧欣失敗陰謀的問題仍然存在。 另外,兩位消息人士都說,新聞秘書過於依賴不記來提供所需的反駁和迅速思考的回應, 未能有效地支持拜登的事業。 第二位消息人士說,卡林誤了解問題,他逐自地讀取文件中的內容, 並補充說,這種情況更加糟糕是,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 這個人說,他不了解問題,也都沒有花時間去學習。 這些問題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是與生俱來就知道的。 以色列和加沙就是一個好例子。這些是很微妙的。 真會和人家通話,以便對這些問題有足夠的了解,然後再去參加新聞簡報。 第一位消息人士說,需要很多工作才做到好準備,但他從來都沒有投入過那樣程度的工作。 白宮赴新聞秘書安德魯、貝池對《華盛頓郵報》表示, 這些指控不單止完全不真實,而且事實恰恰相反。 卡林從未有人這樣批評過。他每天花四個小時做準備。 傑夫和安尼塔都沒有做過這些事,他們兩個人一直堅定地支持他。 貝池在週五上午補充說,每位新聞秘書都用文件夾。 為什麼單獨選他來批評?去年12月,不久之後,鄧欣的計劃在白宮傳開了, 曾皮埃爾收到了一份來自Emily's List的不請自來的提議, 那組織是一個主要的民主黨團體,專門為支持擁護擴大墮胎權的女性候選人籌集資金。 NBC新聞在2月報導了這一提議,那媒體說曾皮埃爾強調告訴那組織, 他致力於協助總統,我不會走的。 另一位消息人士說,鄧欣似乎已經接受了曾皮埃爾在職的現狀。 支持新聞秘書的白宮官員向華盛頓郵報提供了一封鄧欣在華盛頓郵報, 記者保羅、法爾希、Paul Fahy,在12月11日的一篇文章之前寫的電子郵件中的內容。 那位信息人士說,我很高興和法爾希、聊天。 並且說曾皮埃爾不會走,所以這篇文章是荒謬的,鄧欣在消息中寫道。 支持曾皮埃爾的官員還說鄧欣是支持將新聞秘書晉升為帕斯基助手的人之一, 甚至透過打電話給前白宮官員要求他們幫手和記者溝通, 卡林在新聞簡報室很強大,做得非常出色。 那位前官員說,他對各種政策問題的迅速學習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他每日都要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 對他持更不樂觀評價的人都承認,曾皮埃爾不缺乏自信。 第二位消息人士在描述鄧欣的秋季對話時說, 我認為每個人都接受了這個事實,即他不會自行離開。 他覺得自己做得很出色,而且他認為總統希望他留下。 至於拜登真正想要的東西對《華盛頓郵報》的消息來源來說並不清楚, 一位熟悉政府內部動態並對曾皮埃爾的表現詞懷疑態度的第三方消息來源表示, 總統信任他的高級顧問根據需要管理團隊。 嚴重的緊張關係 科比曾經兩次擔任五國大樓新聞秘書, 在奧巴馬政府的最後20個月裡面, 他都主持了國務院的簡報。 自從哈馬斯恐怖分子在10月7日在以色列殺死了大約1200人之後, 他和曾皮埃爾在大多數白宮簡報中一起出現, 導致一個消息來源形容白宮內部存在嚴重的緊張關係。 有時他對真說話,但他完全無視科比, 一位熟悉情況並批評曾皮埃爾的第四方消息來源表示。 第一個消息來源表示, 即使科比的想法在1月份被Axios公開報導之後, 曾皮埃爾仍然沒有讓步。 六十歲的科比和曾皮埃爾試圖押制權力鬥爭的感覺。 《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这段关系的文章中写到,跟他一起,看他工作和向他学习,是一种荣幸。 但是,《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真皮埃尔对科比的声明,但他们提供了给《华盛顿邮报》,说,科比海军上将是一位优秀的同事,我为能跟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 我喜欢认识他,尊重他为我们国家所做的工作和他做国家安全团队的一部分。 对于白宫,尤其是在世界各地的两个持续冲突中,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已经非常有帮助。 如果真皮埃尔离职,科比好可能会取代他成为新闻秘书,但还有其他人选,包括布莱恩、法伦, 他曾经在2016年担任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新闻秘书,现在是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竞选连任活动的传讯主任, 一个消息来源表示,他在目前的职位上已经否认了。 很多内部和接近白宫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不知道达恩替换真皮埃尔的计划, 或者声称只是通过谣言知道了这一点,但有几个人说, 《邮报》的消息来源描述是真实的。 一位了解达恩和齐恩词的消息来源坚称,相反,过去一年里, 我的亲身经验是达恩和齐恩词一直支持卡林,并补充说,我从来没听过有任何这样计划。 《华盛顿邮报》,针对这篇文章访问了近十多位知名的民主党工作人员, 包括现任和前任白宫官员,所有人都要求匿名讨论内部人事事项。 消息来源一致认为,达恩似乎没有对真皮埃尔抱有任何乐意, 很多人认为,鼓励新闻秘书转向外部角色, 只在长期提升真皮埃尔的能力,更发挥了他的优势。 一位支持新闻秘书的民主党人表示, 我见到杰夫和安尼塔在一月份,Axios, 报导科比希望自己提问记者之后,非常积极地站出来保护卡林, 并要求其他人都敢做。 他们说,这个是被夸大了的宫廷阴谋, 大肆圈验了,这位消息来源说。 周四晚,齐恩池在一份声明中告诉, 华盛顿邮报,总统和白宫的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卡林, 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沟通者和值得信赖的顾问, 在任何危机中都能保持冷静,始终全力支持。 我们好幸运能够在每一天推进总统的历史性议程的核心团队中拥有他。 珍皮埃尔在白宫内部确实有重要的盟友, 其中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首席顾问安东尼, 白纳尔,由于他和第一家庭的亲密关系, 被普遍认为甚至能同齐因此匹敌。 白纳尔的影响力不止在他个人的专业范畴内, 他对于整个白宫团队的工作方式都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他近期涉及的一些争议令他的地位受到检视。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珍皮埃尔的职位暂时仍然稳固, 他与白宫内部的支持者继续维持紧密联系, 并积极参与白宫的日常沟通策略。 他的角色在维持政府沟通的透明度和效率方面被视为关键。 珍皮埃尔和他的团队定期检视传播策略, 以确保白宫的信息清晰并且及时地传达级公众, 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的时候。 最终,无论邓因或者齐因慈的计划如何进展, 珍皮埃尔都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 致力于他的工作,并支持总统拜登的议程, 对内对外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政策方向。 作为一个宪法学者和加州大学白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 我坚决捍卫在公共论坛上发表言论的权利, 但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的激烈辩论中, 似乎有些人对于哪些场合是公共场合, 哪些不是感到混淆。 直到最近,我和我老婆, 加州大学白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海塞林菲斯克, 从来没想过, 我们在我们自己家开的晚餐上会有人限制抗议的权利会成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 自从2008年做了法学院院长以来, 我们两个已经建立了一个习惯, 邀请每一届的新生来我们家吃饭。 这些晚餐有助于创建和加强一个温馨的社区, 为了容纳所有的学生, 他们在一年中的很多晚上举行, 唯一的例外是2020年和2021年, 因为COVID, 所以去年和今年, 在第三年班主席的要求之下, 我们安排了连续三晚的补课晚餐, 同邀请了所有400个学生参加其中一个晚会。 不过, 在4月9日, 10日同11日的晚餐之前一个星期, 白克利的一个名叫, 白克利法学院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 的团体在社交媒体同法学院的公告板上贴了一张令人心感不安的海报, 海报上大大的字体写着, 在加杀挨我的时候, 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共进晚餐, 它还包括一幅我手持血淋淋的都差的漫画, 我的嘴唇周围似乎有血迹, 这幅图像换起了可怕的反犹太血腥诽, 犹太人被指控杀害和食用外邦儿童, 这张海报攻击, 我似乎是因为我是犹太人, 除了这一点之外并没有指明我个人有任何错误言行, 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加州大学退出以色列的投资, 这件事是加州大学董事会的事, 不是法学院, 甚至不是白克利校园的事, 几位犹太学生和工作人员跟我说, 这些海报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要求我拿他们下来, 即使他们的存在都令我感到不安, 但我觉得我不可以在一所公立法学院的公告板上拿他们下来, 尽管他们令人震惊, 但他们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 负责贴这些海报的团体, 不满足于在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学生政府的领导跟我说, 法学院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 要求我和我老婆取消晚宴, 如果不敢做, 那个组织将会在晚宴上抗议,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难过, 但在我们家前街上示威的前景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计划, 我明确表示, 我们仍然会接待想参加的学生, 4月9日, 大约有60个学生来我们家参加晚宴, 我们的客人坐在我们后院的台上, 当他们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我惊讶地看到法学院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的领袖, 他是注册的客人之一, 站起来, 拿着他带来的默克风, 横上院子的阶梯, 开始讲述巴勒斯坦人的 困境, 我和老婆立刻走向他, 要求他停止发言和离开, 抗议者继续, 在某一刻, 我老婆试图夺走他的默克风, 我们反复和他说, 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请离开, 这位学生坚称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我们的家不是言论自由的论坛, 这是我们自己的财产, 而第一修正案, 它限制政府侵犯公共财产上的言论, 根本不适用于私人后院的客人, 这场晚宴原本是为了庆祝毕业生而设的, 明显被打乱了, 即使我们在法学院大楼举办晚宴, 都没有人有权利打扰活动, 我教授第一修正案法律已经有44年了, 就这么似其他专家所确认的那样, 这不是一个难题, 一些出席者对这位学生组织的领导人表示同情, 录制了一段视频, 其中一部分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迅速走红, 无奈,报纸和杂志发表了相关报道, 一些评论家批评我老婆试图夺取默克风, 有人说我应该让学生发言多狗就让他发言多狗, 但在我们这十五多年来举办的所有晚宴中, 从来没有人试图发表演讲, 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晚宴的条款, 以容纳一个贴反犹太主义图像的组织的人, 在争夺默克风之后, 学生说如果我们放手, 他会离开, 我们让步了, 他离开了, 还有其他约十个学生, 他们都脱了外套, 展示了任有支持巴勒斯坦讯息的双匹配的艺术, 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晚宴继续进行, 星期四晚上, 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我们家, 站在我们屋前的街道上, 然后站在我们后院旁边的小路上, 他们大声吶哭, 有时甚至言语无范, 他们哭叫同敲打鼓, 尽可能制造噪音来打扰万言, 活动继续进行, 成为社交媒体风暴的中心, 是奇怪和不安的, 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的消息, 其中许多充满仇恨, 有些是威胁, 数天来, 我们收到了死亡威胁, 一个有组织的电子邮件活动要求董事会同校员、官员解雇我和我老婆, 另一个有组织的电子邮件活动支持我们, 在一连串极其痛苦的事件中, 我们经历了一个好处, 在过去几十年来遇到的许多人发来无数的支持讯息, 我们感觉就的生活真美好结尾的吉米斯图尔特一样, 总的来讲, 这次经历非常悲伤, 他令我意识到反犹太主义没有被像其他形式的偏见这么严肃对待, 如果一个学生组织贴了一个关于黑人院长的种族主义漫画, 或者利用令人厌恶的黑板印象来打碎亚裔美国人或LGBTQ人群, 学校就会爆发,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一张明显反犹太主义的海报只收到了几个犹太工作人员和学生的投诉, 很多人对我们家院子里的事件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中东局势的看法,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家里的晚, 现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没有任何节目, 如果每个社交互动, 包括人家在私人住宅的互动, 都变成了不请自来的政治独白的论坛, 这么渣地的大学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糟, 我一直坚决捍卫言论自由, 作为院长, 我努力创建一个温馨、包容的社区, 作为白克里法学院的院长, 我将努力治愈我们社区中的分歧, 我们不会在我们法学院解决中东的问题, 但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互相尊重和友善对待的地方, 报告,巴尔的摩地方报纸报道, 前体育教师被控使用人工智能陷害校长, 巴尔的摩原警方在星期四早上逮捕了 派克斯维尔高中的前体育教师, 指控他涉嫌使用人工智能假冒校长艾瑞克, 艾斯维特,Eric Eisworth, 令公众相信艾斯维特私下发表了种族主义 同埋反犹太主义言论。 31岁的达汉,达里恩,Darson Dairian, 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企图登机 去休斯顿时被捕。 巴尔的摩原警察局局长罗伯特, 麦卡洛,Robert McCullough, 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达里恩因为攜带枪之而被拦下, 机场官员发现有逮捕令。 警方不知道达里恩是否试图逃走。 根据巴尔的摩原检察官办公室的说法, 调查人员确定达里恩偽造了艾斯韦特的声音, 并且在一月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了音频, 之后他被指控干扰学校活动。 达里恩的匿称DJ也都在所谓的偽造音频片段中被提及。 警方在起诉文件上写道, 这段音频带来了深远的后果, 不单止令艾斯韦特暂时被从学校撤职, 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波充满仇恨的信息 和很多打扰学校的电话。 这段录音还带来了重大的干扰给学校的员工和学生。 警方表示, 达里恩制作这段录音是为了报复艾斯韦特对他 向一名役系他失有的学校田径教练 进行不当支付行为的调查。 达里恩还被指控洩道和报复证人。 达里恩被允许以5000美元的保释金释放, 在初次出庭时放弃了律师, 根据法院记录显示。 企图通过电话和上满方式联络他均未成功。 警方和人工智能专家认为, 艾斯韦特的声音被无意出来, 发表了贬低黑人学生和周边犹太社区的评论,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对音频真实性的质疑随之而来。 警方在起诉文件上写道, 达里恩在12月和1月多次访问学校网络, 找Open Air工具, 并且使用了大型语言模型, 这些模型实践深度学习, 涉及从互联网的各种来源拉取大量数据, 可以识别用户输入的文本, 并产生对话结果。 他们还将达里恩和一个分发录音的电子邮件 帐户联系埋。 许多现任同前学生认为艾斯韦特对 这些冒犯性言论负责, 而前同时则谴责这段音频 和为艾斯韦特的人品辩护。 艾斯韦特本人否认发表过这些评论, 并表示这些评论和他的观点误符。 这段音频在流行的Instagram 帐户murda inc.model发布, 引发了巴尔的摩远公立学校 和巴尔的摩远警察局的调查。 自调查开始以来, 艾斯韦特一直未在学校工作。 根据4月16日的学校董事会文件, 达里恩和拉文内尔已经向 学校系统提交了他们。 的辞职书,辞职日期定在6月30日。 巴尔的摩远公立学校的校长 马利亚姆·罗杰斯表示, 学校官员建议解雇达里恩, 不过,他未透露包括拉文内尔在内的 其他被提及的员工是否仍然在学校工作。 罗杰斯在1月份曾表示这些评论, 令人不安, 以及是对非裔美国学生, 派克斯维尔高中员工 和派克斯维尔犹太社区的 高度模范和不当言论。 罗杰斯表示, 自调查开始以来, 中学教育执行总监凯利拉, 约失夫和学校系统的领导顾问乔治, 罗伯茨一直在管理派克斯维尔高中。 他说,他们将继续这个工作到年底, 同时会和艾斯维尔合作 确定他下一刻年的职责。 代表艾斯维尔的行政 和督道员工委员会主席比利, 伯茨是唯一喊着这段音频 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官员。 伯茨表示, 他对公众一开始对艾斯维尔有罪的 假设感到失望。 在1月的学校董事会会议上, 他说, 由于他和他的家人遭到骚扰和威胁, 校长需要在家里有警察保护。 伯茨当时表示, 他也收到了骚扰邮件。 我继续关注这些行为对艾斯维特校长, 他的家人, 派克斯维尔高中的学生和员工, 以及黑人和犹太社区成员造成的伤害, 伯茨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希望能采取切实行动, 治愈由假音频造成的创伤, 让所有人都能感到恢复。 警方说, 学校的前台人员, 被家长同学生表达关切和贬低学校员工 及管理人员的电话所淹没。 官员告诉警方, 这波电话令接听家长为孩子 和其他学校活动安排的电话变得困难。 学校领导表示, 员工感到不安全, 需要增加学校的警察存在, 以解决安全问题和恐惧。 警方说, 在认为录音是真实的情况下, 老师地表达了担忧学校各处 可能被装了录音设备的恐惧, 警方说, 录音的发布严重影响了 师生之间的信任, 警方说, 有人分享说, 他们在停车场的车里接听敏感电话, 而不是在学校里讲话。 巴尔的魔园执行官若汉尼, 奥尔赛夫斯基讲, 在巴尔的魔园, 仇恨无处安身, 他清人工智能的发展, 令人心感忧虑, 并指出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警惕, 防止任何人出于恶意目的使用这项技术。 他还说, 应该对能识别任何使用 人工智能制作的 非真实录音的技术进行更多投资。 专家在三月对巴尔的魔园福报, 讲, 有压倒性证据表明声音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他们指出, 音频的平坦音调, 異常清晰的背景声 和缺乏一致的呼吸声或停顿 是人工智能的标志。 他们还透过几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检测技术 对音频进行了分析, 一致得出结论认为这段是偽造的。 尽管他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警方还寻求了两位熟悉人工智能检测的 教授的专业知识, 以协助调查。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法医分析师 和教授卡塔林·格里·过拉斯得出结论, 录音中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痕迹, 并在时候进行了人工编辑 以添加背景噪音以增加真实性, 在数文件中写道。 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的法医分析专家 看来, 法里得确定录音被操纵, 且多个录音被拼接在一起, 文件中写道。 人工智能与音生成工具 现在在网上广泛可用, 根据Neman Journalism Lab今年2月的报道, 一分钟的某人声音录音 就足以用每月5美元的人工智能工具 无意出来。 对于称为深度偽造的人工智能模仿, 几乎没有法规可以阻止, 也非常少有少事者被起诉。 巴尔的摩原教师协会主席新的 塞克斯顿说, 人工智能应该是每个人, 尤其是教育者关注的问题。 他说, 全国教育协会在努力解决他们的担忧, 但与此同时, 他不确定还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做些什么, 但那个什么当然是个大问题, 塞克斯顿说。 巴尔的摩原检察官司科特·謝伦伯格说, 这是该地区首次处理这类案件。 这也是他办公室能够在全国找到的 首批案件之一。 他说, 他们使用的一些法律条款, 欺负到好处, 但干扰学校活动的指控只能判处6个月的刑期。 对我来说非常清楚, 我们可能需要明年下到安纳波利斯的立法机构, 对法律进行一些调整, 使其同所使用的技术保持同步。 他说, 曼哈顿检察官对待法律的仪器, 郭德堡, 一位发明了透过数十个机械步骤来完成 简单任务的奇异机器的发明家, 曾被问, 及创造者些奇妙, 不合逻辑机器的本质。 他回答说, 一个发明家只是一个不太严肃对待自己教育的人。 经过第一周的证词后, 唐纳德·川普的审判看下越来越似一台疯狂的检控机器, 有些不太严肃对待法律的律师操作。 我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曼哈顿的检察官布拉格对法律的处理方式令人废解。 然而, 我必须承认, 在第一周的证词后, 我们中的一些人, 对在曼哈顿发生的情况产生了奇怪的迷恋。 直到程序的第二周, 布拉格先透露了他的部分犯罪理论。 几个月来, 即使是自由派法律分析师, 都对布拉格的起诉书感到失望, 因为他未能明确指出在川普试图隐瞒前成人影片女演员丹尼尔斯所涉及的支付行为中, 背后到底有什么具体罪行? 检方的前提总是有种郭德堡的感觉, 他这么不合理, 以至于不可能实现。 毕竟, 指控的行为只是纽约法律下的一个简单的轻聚, 亦即对商业记录进行偽造。 川普支付了律师科因数1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和成本, 包括同丹尼尔斯达成的13万美元保密协议。 布拉格对于应在账本上著名的支付款项讲得非常含糊, 甚至不清楚川普是否知道这笔费用被指定为法律成本。 然而,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轻聚多年来一直无人问津, 这个本来已经过去的轻聚被重新换成, 声称它是为了隐瞒另一个犯罪的所作所为。 根据纽约的刑法第175条第10节, 如果欺诈意图包括犯下另一项罪行或帮助或隐瞒其犯罪行为的意图, 禁拒可以成为一项重罪。 几个月内, 布拉格暗示另一项罪行是违反联邦选举法, 暗示这笔负款实际上是川普给自己的竞选捐款, 而且没有被正确记录。 问题是司法部已经调查了这件事, 而且决定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刑事指控, 它甚至没有寻求民事罚款。 布拉格的前任同布拉格本人, 拒绝了这次起诉背后的理论, 但之后一场施压运动促使布拉格批准了这次起诉, 这些是发生在2016年竞选活动八年后。 在审判中, 布拉格通过主张川普可能试图隐藏他, 违反另一项早已失效的轻罪。 另一项纽约选举法禁止, 通过非法手段密谋促进, 或阻止任何人当选公职, 来为他的郭德保释的装置增添了一点花样。 换句话话, 川普在密谋试图赢得自己的选举。 即便这样, 这些事情是在他赢得选举后先做的, 而且川普是竞选联邦, 而不是州的职位。 那,什么是非法手段? 布拉格的创造再次理翻反原点, 所谓沉求影响选举, 还有联邦选举违规, 但这个理论在调查后被驳回了, 如果那是真正的罪行, 就应由联邦而不是州检察官提起诉讼, 还有根据第175条第5节对商业记录的轻聚偽造。 因此, 布拉格将使用一个无效的轻聚来触发第二个无效的轻聚, 从而根据用于描述一份完全合法的保密协议的支付的简单注记来创造一个重序。 这种循环推理已经非常具有创造性, 但用来推动这个机器, 运作的实际证据更加古怪。 布拉格决定首先叫一个目击者, 内谈论并不包括在起诉书中的一场婚外情。 大卫派克, National Enquirer 雜誌的前出版商, 据说被支付了款项, 以压下川普与另一位不同女性卡伦, 默克·杜格尔, 一位前花花公子·毛特的婚外情故事。 派克在交叉审问中承认, 他不知道对科恩的任何补偿。 他在川普宣布竞选总统之前已经和川普就这类故事打交到数十年, 并且他亦为其他名人和政客压下了故事, 包括亚诺斯·雅辛格, 老虎不知, 拉姆伊·曼纽尔和马赫·旭尔伯格。 他亦作证说, 川普告诉他支付封口费从来没有真正奏效, 因为故事仍然会传出去。 他明白麦克尔科恩是以川普的个人律师, 而不是竞选律师的身份工作的。 最后, 他作证说川普没有直接涉及在安排任何对默克·杜格尔的支付中, 派克补充说, 布拉格的主要证人麦克尔·科恩经常夸大其词, 常常变得大声和好变。 科恩将积极地要求陪审团, 因遵循自己的法律建议, 而将他的前客户送进监狱。 布拉格现在将召唤科恩出庭, 一位法官最近才谴责他为连环做假证者, 现在还继续操纵体系。 即便法律专家们在这些翻滚, 和跳约中辩论可以找到什么罪行。 胡安梅以堪法官似乎满意地聆听着他的法庭里 这台奇怪的机器发出的笔笔声和旋转声。 这就是布拉格创造了完美的老部 郭德堡警官的原因。 艺术家本人说, 这只是碰巧公众欺好欣赏这些疯狂的东西的讽刺性, 才可以解释它不太可能的成功。 在纽约, 这种欣赏已经从讽刺转向法律。 华尔街日报, 社论, 艾尔文, 布拉格想要审判的是2016年的选举。 纽约的12名陪审员已经听了3日的论点和证词, 有一些关于唐立德, 川普的封口废的案情已经明显。 首先,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艾尔文, 布拉格领导的团队似乎决心忽略34项纯粹的记像罪, 这些是提供法律依据的。 周一在陪审团面前的开场白入面, 检察官马修·科兰杰洛声称川普犯阻毅做商业记录罪, 目的是掩抗一项违法的阴谋, 以破坏总统选举的诚信。 他还坚称, 这是选举舞弊。 简单明了, 他一再使用阴谋一次来形容他所谓的非法选举舞弊计划。 嘿, 听着, 川普没有被指控参与阴谋, 也都没有被指控选举舞弊。 回想一下起诉书的有限指控, 在川普的属下麦克尔·科欣在2016年选举前几日为色情明星丹尼尔斯买的沉默后, 公司内部对科欣的补偿被误报。 正如科兰杰洛所说, 川普和川普公司不可以只是写一张标有付给色情明星的补偿的13万美元支票给科欣。 事实上, 保密协定是完全合法的。 看回川普的财富和他愿意支付的意愿, 很难看出色情明星的故事怎样会及时传递给选民以产生影响。 布拉格辩称, 科欣支付的封口费实际上是非法的竞选捐款, 这个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 如果川普是用竞选账户向科欣支付封口费, 正如布拉格的理论所时, 那么对选民有什么影响呢? 川普偿还给科欣, 也都是他真正受审的行为, 是2017年发生的。 提出了一个薄弱的案件之后, 检方不想讲一个关于发票和账目条目的伐媒故事, 这些都是在川普成为总统之后创建的。 即使他还涉及向一位色情明星转账六位数的电汇, 但这些似乎不迟了要证明布拉格重大起诉的历史性案件。 在比尔、克林顿时代, 民主党人的口号不是说, 在性的事情上人人都会杀放吗? 相反, 看下科兰杰洛怎样接近告诉曼哈顿地区的陪审团, 说川普是取了白宫。 要知道, 这个地区的民主党以86.6%的比例投票支持希拉裔, 厄林顿。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这个阴谋是不是影响票数接近选举结果的因素, 这个都不重要, 检察官讲。 但是, 科兰杰洛说, 川普当然担心所有这些可能怎么样损害他在选民中的地位, 尤其是女性选民。 他引用了色情明星的律师在选举之夜写的一条烦恼的短讯, 我们做了什么? 布拉格最终可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无论如何, 陪审团的任务不是就历史的事实或对2016年选举作出裁决。 唯一的问题是布拉格是否已经证明。 川普偽造商业记录, 目的是犯罪或掩盖其他犯罪。 川普的律师托得, 布拉奇在开场白里面说, 帐目条目是由一位叫代步, 塔拉索夫的会计完成的, 他预计会作证。 他收到科恩先生的发票时被告知要清其为法律费用, 这正是发票上写的, 布拉奇继续说。 然后, 在记录完之后, 他开出了一张支票, 这是他的工作。 这个证词会不会使至少一个陪审员的思想产生疑问, 很难猜测。 但是他确实看起来和关于商业记录的案件有关, 这个比检方能讲的更重要。 我感觉到, 有关唐纳德、川普的考验和磨难, 尤其是考验, 的文字至少已经写了一百万字。 在这里, 美国伟大、 雜誌和其他地方我都写了不少。 左翼的故事充满了期待的欢乐。 好极啦。 那坏的橙色人要受到惩罚啦, 甚至可能入狱。 哈利路亚。 但我印象中, 越来越多的评论带了担忧的色彩, 如果不是完全惊慌。 前司法部长威延, 巴尔并不是唐纳德、川普的粉丝。 但他最近宣布, 他支持川普, 因为可能的替代人选, 乔、拜登, 要差很多。 我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支持会被视为川普案的转折点。 就算是反川普的人都站到前总统背后, 这些一点一点的重新提列正在进行中。 请注意, 这个变化的主要关键不是对川普和拜登相对优劣的评估。 相反, 这个是对拜登自下司法部的堕落和国家压迫力量的反应。 川普是最明显的受害者, 但任何政权的反对者都是潜在的目标。 摧毁性的震撼是军事人员用来形容一种策略, 即使用壮观的武力展示, 在战场上瘫痪敌方, 并摧毁他们的作战意志。 这个正正描述了拜登政府试图对唐纳德、 川普采取的行动。 多德朱利、海利、默克、 戴维斯和其他人的深入报道, 我们现在知道, 拜登白公和众多检察官、 司法部长、 元邦调查局特工和其他官方人员之间进行了大量协调, 制定了一个策略, 以起诉, 威嚇和消除川普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评论家安德鲁、 麦卡锡和比尔、 巴尔一样不是唐纳德、川普的粉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支持川普, 但他对试图打倒川普的司法堕落都感到震惊, 在最近一篇重要的文章中, 反托拉斯和税收执法活动的副部长。 麦卡锡指出, 大多数检察官觉得自己是执法, 科兰杰洛专门从事反川普执法。 他继续观察到, 在这么高级的联邦职位的律师离开到原检察官办公室担任检察官职位是非常不尋常的, 就算果愿位于纽约市, 而审判工作是一场对唐纳德、川普的起诉, 这个会令科兰杰洛变成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但在这个案例中, 这个是一个无逢的过渡。 在加入拜登对川普敌事的司法部高层之前, 科兰杰洛曾在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工作, 当时布拉格是一个高级副手, 而科兰杰洛专门从事针对川普和他的组织的诉讼。 布拉格在竞选民主党战优势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时宣传了科兰杰洛对川普的工作。 这个是科兰杰洛存在的明显偏见。 麦卡锡的成篇文章都值得一读, 还有刊登在《美国心灵》上的恒因, 斯皮雅克的长篇文章,《白律战》。 斯皮雅克重述了对川普斯加国家权力滥用的一系列案件。 有人讲熟悉会产生轻视。 但在这个案例中, 我相信更准确的讲法是熟悉令人变得自满。 将你对这些案件的了解暂时各自一边, 想下斯皮雅克列出的濫用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清单。 除了伊琴,卡罗,Egene Carroll, 目前成功的由亿万富翁瑞德, 霍夫曼,Reed Hoffman, 资助的匪魄案, 以及在36个州失败的试图从选票上删除川普的努力之外, 川普仍是五中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的被告, 以及两宗附带被告的刑事案件, 这些都是由支持者进行的, 他们是拥有数百万美元罚款 以及超过一百年监禁的民主党进步派检察官。 还有两点要注意, 一, 这些案件的时间安排是协调好的, 以造成对川普的最大不变同成本, 并使他不能够积极竞选。 二, 州同联邦检察官在白宫会晤, 以完善他们的案件和未被披露的目的。 时间安排是协调好的, 州同联邦检察官在白宫会晤, 以完善他们的案件。 为什么人家对这些事实不觉得愤怒呢? 我们说的不是发生在波利维亚或者委内瑞拉的事情, 这些就在美国发生着。 执政党正在和法律和媒体两种工具合作, 以阻止主要的反对派候选人竞选, 并令人们无法投票给他。 这个党还积极试图令他破产。 正如斯皮雅克所指出的, 美国从来没有过一位在任或前任总统被起诉, 更加不用说面对协调一致的, 多层次的法律攻击。 我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很难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着的事情的重大程度。 红线已经被跨越了, 他们的先险部队已经在围攻我们社会的基本机构 和各个防围前哨站。 如果执政党成功禁打倒他们的主要反对者, 将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根本性的威胁。 斯皮雅克是对的, 美国现在正式陶材正常摧毁并监禁一位前总统, 他都是本次竞争总统职位的领先的反对派候选人。 这个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事情, 他们很多时都会没收反对派的资产并监禁他们。 无论 川普在审判中是否成功, 美国已经由他的共和主义过去变成了一样很丑陋的东西。 一句话足够提醒聪明人, 到时不要说你没 谢谢大家 不信我